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提及我的心水 都是上一段影片已經回顧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去上一段影片看看 上次兩隻NETCHAN馬膽非常醒神 9.2倍紅速電話跑第二 當然是傳到八千絲那條Q 一定不是2.7倍 WIN當然是能立到百保羅盛傳的那條Q 所以過關的Q也相當和美 希望各位支持的朋友都高興 近幾次高出賽馬是相當穩定的水準 不過來賀今次因為報名馬不算 特別踴躍的關係 今次高出賽馬我就暫停一日 到時再看看星期日有沒有高出賽馬 大家也知道 NETCHAN談賽馬是一個免費賽馬頻道 每次賽小會提供高出賽融馬 以及兩隻NETCHAN馬膽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這個免費頻道的營運 可以經過我的Facebook貼紙 來到我的Blogspot Blogspot周圍都有些熱面廣告 如果覺得廣告有興趣 可以按進去看看 再多看資料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 明天講兩場賽事 第一個場次將會講第一場 第一場的獨贏及位置投注對象 以及連贏及位置Q膽 我不講 大家都十個九個都猜中 就是四個赤馬洪峰 上次選了NETCHAN馬膽 首次選了NETCHAN馬膽 十九個位置 我忘記了 十九元位置 個人來說是覺得 跑之前我覺得 飛數不夠硬 跑完之後覺得和美 當然 我不重複講太多了 我簡單地講 其實在四班1650 證明過這場是陽明倫 10月23日 應該是二場 都是吹風其足 這場我已經講了 就是彎前鐵蘭大利 那麼追風其足 可以贏一條街 很有無敵 都近跑第四 六五班 跑得差之下都贏 那麼 赤馬洪峰就是二疊 算是比較蝕之下 這樣都不算脫離馬群 如果你不看追風其足 那輸給好運寶寶 不是很多 所以證實了水準是夠的 當時隻馬是45分 上次是30分 所以我說 上次上高坐在650 早上千月爬多 上高坐在650 機會都很大 結果真的是 夜馬二會 上次加了6分 就是36分 當然比上次我講的 標題勝賽事45分 還少了9分 但不是這樣算 我們就稱回上次的夜馬水準 在科學的計算 科學計算來說 上次上夜馬的Net Trend指數 不算太高 不算太高 因為這場是一個萬步速賽事 對他的考驗不多 對赤馬洪峰的考驗不多 所以跑出來 以死數來說 那個Net Trend指數不是太高 但有時候不是只看死數 我們還要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去量化這些事情 譬如萬步速是賺了萬步速 但他贏是多輕鬆 其實也不算用了很多力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當日就 彎前貼藍地 我想他中斷了 走到二跌 也不算太高 因為很大時間都一跌 但你說他整整 當然是說用力程度不算太多 這次八檔當然也沒那麼好 但是相信他都可以跟到比較前的位置 不覺得他會放頭 我也覺得他守住馬群後面 二踏有遮擋的位置更加舒服 上次都是這樣做的 這次看看可不可以繼續這樣做 二踏有遮擋走回來 賠卵一定沒有上次那麼划算 這次一定會偏熱 因為同場的馬都是很硬 所以大家都是海軍隊 鬥水兵 找一隻近跡比較穩定的赤馬熊峰 但是 論排入三角的機會 我覺得這隻馬都挺大 所以我選了四個赤馬熊峰 做獨贏級位置頭處對象 和連贏級位置膽 我拖三隻配腳 第一隻配腳是七套金剛複身 這隻馬 我坐五班了 每一場都好像輸多遠 尤其是上一場十個多馬位 不要看上場 看前那場 跑第四 輸四由四分三馬位 這場賽事步速偏快 走二三踏較為有利 因為那些法會一番 當日走二踏二三踏OK 未入直道之前 天衣無縫那些 喜盡龍那些 走回來不蝕 所以金剛複身是沒有什麼蝕 他湧上來 落海馬群比較遠之下 其實又賺了一塊步速 彎前地沒有什麼蝕 湧上來近 你說是否很厲害 絕對不是很厲害 但論腳程來說 可以蝕足很多 現在37分 我們掩著上場 上場又是 跑到不知道 蝕了多少位 他落了五班三場 都是十檔、十二檔、十一檔 我比前那場 較為跑得近 四由四分三馬位 跑第四那場 都減了五分 減了五分 現在淫波現史 換了莫雷拉 立了四檔 腳程方面可以省很多 還有 走位 可能會跟前一點 跟五、六位 可能會有大幅的變化 跑出來的水準 所以我選擇一隻 第二隻 十檔、堅尼地 這隻馬 有點像 上季的這隻馬 有點像今季的名德之星 無論五班可以贏三場 當然他沒有明德之星穩定 一段時間穩定 但是他有足夠五班 是有能力的馬 這隻馬 現在透過一輪 從二月到現在 三個月都足足 這就等於透了個鼠 你看 上季六月到今季九月 三個月 他休學復出 有新鮮感 上季和今季都輸不完 輸了兩個馬 人輸了兩個馬 人輸了兩個馬 你看回九月十六號 那一場 輸給機緣 明德之星 都是證實了 季初五班有六五名 一些很硬正的對手 所以堅尼地 這場是中途放擾 走回來 跑第三 賽職絕對不頑 但是接著跑得一般 他休息了 由三十七分 減到二十九分 減到八分 足足 這次更加可喜可可 對於這些比較有耐閃的馬 穩守的一檔 直到有位就有位 沒有位就閉毅 但是 論這些馬 優厚好 可以省腳情 可以貼著一條難 可以減低耐閃的問題 所以這些馬 一定要拖好 第三隻配腳 就是 學一些著名的平馬人 張福元 勉強推介 5號起多浪 上場都拍得很近 上次大家 赤馬洪峰 搭這條Q 赤馬膽分二百多元Q 都領領你 剛剛拍到 但這隻馬上次 嚴謹上來說 比赤馬洪峰更舒服 因為全程都是波歇圍 因為赤馬洪峰很快 就走到二碟 然後就是外逍遙 起多浪更舒服 又賺了萬步操 整程又波歇圍 很棒 跑回來 有個第二 是好的 但是那一句 都是指一斷 賺了形勢 不是證明很多 跟赤馬洪峰一樣 上場 不算證明了很多 但赤馬洪峰 還有個上網空間 因為他都是比較高分大陸 起多落 都是同樣的情況 但這次 相信沒有了貼爛的玻璃 這裏是打打折球 所以勉強拖回去一直 所以這場下的投注策略 將會選四號的赤馬洪峰 做獨贏的位置投注對象 以及四號的赤馬洪峰 做連營的位置 膽 拖五號的喜多浪 七號的金剛復星 以及十號的堅離地 在第二場之前 回應一下 昨天我拍了一段 《威歌談》 《金春六十內貴報處》的無言鳥 我已經有很多留言 因為我發表意見 不能說是新的 只不過是對於那篇報道 我感到整篇 都是很奇怪怪的 那篇南亞早報報道 但我要釐清一些事情 因為我預料了很多人會不會 但其實我一開始 這段影片已經說了 首先第一點 我要釐清 我對今季《金春六十》 沒有跑遮打杯 不跑遮打杯 完全沒有意見 對於我來說沒有問題 可以理解 第二件事我想說的是 如果《威歌》 這篇報道是為了幫廣大的馬迷釋 為何不跑《金春六十》 隨便說些事情 那是可以的 如果他隨便說些事情 我覺得其實他 不要接受這篇訪問去解釋這麼多 更加好 因為馬迷釋的部署 其實真的不需要跟這麼多的公眾交代 第一 如果他是純粹想隨便說些事情 我覺得這些事情很隨便說 我覺得無需要 不說好過說 第二 如果《李健威》那篇訪問 字字朱基 句句真誠的話 我覺得整篇文章有很多事情 我覺得很有問題 只要拿另外一個例子 我很清楚 我都多講一次 他不跑姐打杯 ��開ogue我沒有問題 只不過他說 republican不跑姐打杯 不是因為會害怕2,000 或者是怕突破地 不能怕走路 Bunny enough 怕馬太新鮮,趕不到馬上跳去吃2,400 這樣就不行了 這件事是很有問題的 如果他真心有這個考慮的話 他不應該跑冠冠一里賽而跑雷王杯 這是第一件事 如果他已經選擇了跑冠冠一里賽 而不跑雷王杯 他就根本上不需要想遮打杯 那你又報名,又說不跑 所以令到我的感覺 如果他是句句真誠,自自朱姬 我覺得整隊團隊 為什麼我會說整隊團隊沒有部署? 如果他是自自朱姬,句句真言的話 我就會覺得他沒有部署 因為他選了冠冠一里賽 基本上可以說他一個等號 是跑不到射打杯 不過這些都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是很熱心跟大家討論的 但起碼起點就是大家聽得明白 我整段影片想表達什麼 不過純粹分享一下 因為這篇影片有多留言 所以我在這裡同一回應一下 第二個詳細是說說第二場 我也是選擇第二場 第二場是毒人的位置,頭豬對象 以及連人的位置,膽 這次你比較難猜 我給大家兩秒時間 我將他選擇四號龍樹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去到很多時候 選擇馬 現在有很多那些偏風 選擇馬 不是選擇馬 是說二馬輪馬不行的 有些人覺得二馬輪馬不正確 跑馬 跑馬不是跑馬,是跑人的 所以這隻馬上場填草千四已經是跑出一場很好的水準 上場填草千四輸給什麼? 輸給功夫茶,輸給農夫陳腸 都是硬正的 他當然是省了位置,在攝陪裡湧上來 跑得不頑 但是這場是一場不頑的菜 他還要填草水準 這隻馬大家都知道 谷草650也是很適合的路程 上個季 季初都是66分接近 季尾都是54分接近 現在看表是32分 上季季初66分 谷草650近三度 上季季尾七度 現在是32分 當然馬會露退 當然大家都知道 上場給你看到 五班田草千四都跑得很近 曲草650都不會差到哪裏 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論馬的水準 這場在近漲 跑得最高水準的馬是什麼呢? 四號用船 講完的這件事 第二件事情 我要挑剔一下這隻馬 挑剔什麼呢? 第一件事情 鄭俊偉熱門 我其實不是關於鄭俊偉的事 我是關於鄭俊偉 經常被騎士線的事 現在我已經深深體會到 諾滿嘉 被潘頓莫雷拉熱門 揹飛連線兩幕 我不覺得潘頓莫雷拉 是很有心跑的 那兩場馬熱門 所以我覺得 鄭俊偉這些其實 都是很慘的 很容易被人試 這是第一點大家要考慮 我不懷疑 連馬斯的功夫 因為其實 說真的 應該不會相差得非常非常非常遠 尤其是五班馬 養好健康 有些基本能力 我不相信連馬斯的功力會差很遠 但我相信 如果這隻馬是揹到飛 可能有人會試他 大家都知道 有時候有些古古華華的騎士 會不會是這場馬 背後有什麼安排 令到這隻馬尾到飛 不如你輸去 我不知道 我只是說出其中一個 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鄭俊偉的熱門 我不是懷疑鄭俊偉的問題 我懷疑很多人會善他的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也有點不太安心 就是你看報名表 按報名表 鄭俊偉 拆了五班六五零 鄭俊偉竟然 這個龍船是放在第二位 第一位是放新界之星 打王牌 新界之星是配哪個 配馬? 配馬? 配馬?配馬?配外道 打王牌 放新界之星都不給龍船 好明顯是想出新界之星 可能會不會是新界 鄉親父老 這隻馬想出 都不一定 不過這裡有少少戒心 龍船 放在第二個選擇 不過如果你說樂觀點 這麼想 很樂觀 巴道連基本座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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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關事了,巴道三檔,有好,好的就是水晉高,順暢 不好的地方,鄭俊偉熱門怕他被人善,還有鄭俊偉放棄第二選擇 其餘我不擔心,三檔很好跑,一檔快獲一番肯定是跟得很前的 二檔如木春風一定是足後的,巴道正正常常都是三檔位 吳博斯也是第三層的內檔,就是這麼簡單 形勢對他很好,看看表現吧 拖三隻配腳,第一隻就選擇,沙武快獲一番 出閘順利跟到前叫虎先,始終在5650贏過 同場也不算有近跡,馬上一番近跡也不算好 就算前一場,他坐了650,順防跑第五,輸得比較遠 我覺得不是太好水準,但是這些大馬慢慢跑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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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賀明年看會不會幫到少少在這馬,拖一隻 第二隻配腳,正頭正路,選5號的炸黃烈鹽這些馬,很穩定的表現 但是長期近未贏 很久沒贏過 上季沒贏 前季沒贏 沒贏過 但谷翔可能是650長期近 又莫爾拉又繼續騎 五檔都恰好 那一定要拖 第三隻配腳 又是張福元上身 勉強都拖2號 總統智勝 這隻馬克奇狂是潘頓不騎 那我又少少理解 潘頓不騎 這場沒有馬克的 潘頓沒有騎 可能潘頓說上場騎完之後 覺得這隻馬都很難再贏 休息一下 他說不騎 因為上次總統智勝跑得很好 彎城貼欄 那些位置是跑適合 當日的場地亦都很適合 回到來跑第四 我個人來說是有點失望 這樣跑回來也是跑到第四 其實是跑適合 如果有這隻馬就站上來 這次換了田泰安 狀態的一隻馬就保持住 但是當狀態又沒有這麼好 當狀態有少少提升 輕明提升 但是當狀態又沒有這麼好 田泰安又未必這麼熟 所以是要秤低一點 所以長馬的投注策略 將會選四號農船做毒 及位置投注隊長 及連人及位置 拖二號的總統之聲 三號的快活一花 和五號的炸王力言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和我的分析 如果喜歡的話給我like 和讚 分享一段影片給你的朋友 看看他宣傳的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 或明天任何一場賽事 或什麼疑問 都在下面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明天是賽事形勢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一下我 都可以在這段影片下方留言 留言留言給我 謝謝粉絲或任何一句 支持我 我都相當開心的了 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來到渠道 在發放一些臨場分析 每一場賽事十分鐘之前 都會說熱熱 預計集前落飛馬 場地形勢 論期練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取這些訊息的話 可以來到Facebook page NetCHAN談賽馬 按一按每個字頂post 留一留言 儘快回覆一些 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你看看 大家可以參與 或者你可以簡單點 按這個連結 進入了一個 NetCHAN談賽馬 的group 你會知道如何聯絡我 去拿一些 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最後希望大家 來到我youtube頻道 NetCHAN談賽馬 按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按鈕鈴鐺 按全部 訂閱我所有的新片 你也有個通知 或是notification 大家經常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